大家好 我今天早上出门见了一只羊 跟它打了个招呼 忽然我就听着头顶的鸟叫 声音特别大 特别坚力 我抬头一看呢 是Magpie Lark 我还想我今天人缘真好 这动物都爱跟我说话 鸟都爱跟我说话呀 所以呢 我也开始跟它打招呼 它这个叫声其实不同寻常 所以我想它是不是一只小鸟 它丢了 找不着父母了呀 我看的样子不像是一只幼鸟的样子 我就在记忆里搜索 到底是什么情况下这种鸟会发出这种叫声 这个声音肯定是警觉的声音 然后我就多叫几遍 看看它有什么反应 确实好像 它又不直接跟我的叫声发生反应 但是呢 隔一会儿它又叫一阵子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它因为正在我脑袋顶上不太好看 所以我就说呢 我往前再走几步 从侧面看看 它是不是有鸟窝在附近呢 结果它就叫起来 我也不能总仰着头 我低头一看 哟 地上还有一只 然后我忽然意识到 哦 这个应该是幼鸟啊 你看它好胖啊 毛茸茸的 这个应该是它的幼鸟 那说明是从树上掉下来了 我昨天还说这几天下大雨呢 就这时候就又飞来了 一只这俩一块朝我脚 而且我稍微腿往前一迈它们就朝我俯冲 我这一下明白了 哦 它们其实是想保护它们的幼鸟 不被抓走啊 可是这怎么办呢 这小鸟它不会飞呀 我记得前几天在网上我看到有人说 你如果要碰到这种情况 这小鸟从树上掉下来了 有的人家那鸟就在地上掉着 他们说你啊 给它放在一个树枝子上 然后他父母会想办法把它弄走 但这挺难弄的呀 这鸟还经常掉下来 然后它现在而且已经在这树枝子上 我还是趁早别捣乱了吧 我就赶紧给我们家那位打电话 他说你还是别弄了 你弄完了呀 也许这父母以为你把它收养了 或者是逮走了 觉得没有办法 就把你 就把你那个 它们就放弃了 那它们放弃可就惨了 你这个小鸟它就活不了了 你又不会喂呀 然后我就往前转了一圈 一回来呀 发现这小鸟换地方了 这个父母还在上空 这么呀 叫 只要你一靠近 它就叫 你一往回退 它就不叫 还非常敬业 然后我就看这鸟怎么办呢 它就这么呀 在这来回跑 因为它这是一个 一个周围呀 没有高树 这个其实它风险挺大的 这小鸟弄不好 它就有可能被大老鹰 哐当一下给弄走 不过我倒见过这 麦克派拉克 它袭击那个 我们这儿有那种 鱼鹰啊 鸟子呀 之类的那种东西 这种小鸟一看见了 以后上去就袭击那大鸟 大鸟就不敢靠前 这父母为了孩子呀 简直是不惜一切代价 然后呢 它这儿 现在在这儿待着的 不光有我呀 旁观者 还有那个天上有树花 飞一两个鹦鹉过去 然后这儿呢 还有这个鸽子 它朝这儿飞 它不管谁 只要是离近了 它就使劲叫 让人躲远点 哎呀 你看这小鸟 哎呀 还走不利嗦呢 我再看看这上边 这父母 哎呀 他们就轮着这么样走来走去 哎 现在走着走着 忽然走得离我很近的一棵树上 我现在看到了 哎 你看 这上树上有一个洞 我很怀疑这个 有可能是下雨 从上面掉下来的 它就在这上站着 并不近那个洞 你看这个洞 差不多能把它装进去 这父母 大概在上面就提醒他 离洞近一点 但是呢 不要进去 因为他一进去 就有可能被我过去给逮着了 所以呢 就在这 这小鸟在这站着 我看到这个以后呢 我也就放心了 我这至少有可能 他就钻在洞里 虽然没有那上面的树那么高吧 这父母至少可以喂他 再过几天也许就能飞了 你看他噗愣噗愣的 还是有可能要飞的哈 哎呀 这个养个小孩子是真不容易啊 这孩子没事的房子塌了也是个问题啊 所以为什么说一定要找好房子呢 养孩子他才安全呢 然后那我就走了 放心的走了 看意思他应该能生存下来 说到这里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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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zystkie 约